好吧 那我们开始吧 我们现在差不多十点 欢迎大家过来 今天还人还挺多的 我们这次能够做这个项目 还非常感谢江门 就是说我很庆幸在上个月 SVPR的时候碰到江门的网会 然后我们说我们要不要弄一个国内的直播的 教大家深度学习的讲座 然后江门给了非常非常大的支持 没有江门我们挺难搞成这个规模 然后我也特别感谢Amazon的各位小伙伴 就说虽然是我今天给talk 但是大概就是说 可能就是我脸比较大一点 所以就我一个人 但是实际上整个这个系列 是Amazon几个团队在一起的 包括了Eric Lee的项目来开发新的Gruon的interface 然后我们很多小伙伴一起来维护我们的社区 维护我们的文档 所以OK所以我们开始往前 就是我们正式开始 大家说没声音我开一下声音啊 我再看一眼 应该应该我这里是比较最大 OK 没有声音同学 你可以把声音调大一点看看 请我们基本上就是 首先什么是 我想定一下什么是人工智能 集体学习和深度学习 这三个词大家可以听到很多 但是准确的定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人工智能可以简单认为说是一些算法能够比较处理一些比较模糊定义的问题 就是说比较跟人相像 然后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里面的一个分支 它通过统计的算法统计的方法通过数据来对数据进行压缩 然后得到一个比较精简的模型 这样子的话你能用这个模型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 深度学习其实是机器学习里面的一个分支 它最早可以认为是从神经网络过来 所以深度学习对神经网络主要的改进是说 你的模型现在大家可以做到更深 然后可以做到更复杂 然后我们的数据更大 然后通过更多的计算资源我们能拿到更好的效果 所以我们这一次整个这个直播会是关于深度学习 那肯定我们会覆盖到机器学习的一些方方面面基础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当然会往后我们会更关注说深度学习的最新进展 首先说如果我们去搜一下什么是deep learning什么是machine learning 在google trend里看到从14年15年还行 但是到了16年开始这是一个转折点 然后大家疯狂的搜索深度学习和machine learning 然后有个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说即使是在google trend 你也看到最火的地方是在国内 就是说国内其实比美国还特还火一些 其实印度也还可以 但是它这么火 是有一定水分在里面确实是的 但是还是有很大深层的原因在里面 我们讲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说大家都听说过alpha goal 就是说前阵子google刷了一大波的关注 就是说alpha goal的贡献在于它提出了新的reforcement learning 就是说增增强学习的算法 然后通过大量的模拟 通过大量的棋局 通过大量的计算来使它现在能够答应人类 就是说它的主要点可以认为是计算加正常学习 另外一个比较火的一个是说无人驾驶 这个是特斯拉的无人驾驶的一个视频 可以看到是说它通过摄像头能把路面上的车 人和一些物体全部识别出来 这个对应的是计算机视觉里面的物体识别 然后另外一个物体识别例子是amazon go 这个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熟悉 这是一个商店 这个商店一个独特的地方是说 人进去的时候你结账的时候你不需要结账 纯粹是通过摄像头能把所有的物品识别出来 就是说你在里面拿任何一个东西 我都是通过摄像头能够抓取你拿的东西 然后能够准确的记录你是不是拿这个东西 你是不是要走 所以这个也是计算机视觉物体识别的一个应用在里面 另外一个是说语音识别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用过iPhone的Siri或者是Android的语音识别 这个自然图显示的是Amazon的Echo 就是在美国卖的特别火的一个产品 就这个产品是放在家里 然后你跟他说话说Echo给我放一点歌 他就会识别出来 然后帮你放歌 所以Echo在美国非常非常成功 他在美国卖出了上千万个机器 千万个小盒子 在国内也是有类似的产品 就是说Echo通过不断的识别人的说话 然后把它理解 然后对做出行动来 另外一个应用是叫机器学习 这个是在Google I.O.的一张slides 可以看到是说他背后有个人挡住了他那个数字 这个是说每天Google要translate多少个句子在一天里面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所以机器学习是说 你通过给一个任何语言 我把我通过机器把它翻译成另外一个语言 这个目前也是基于深度学习的一些算法在里面 另外一个系统是也是比较非常有用的一个系统叫推荐系统 就是说当你买一个东西的时候 比如说你想买一本书的时候 我推荐你说有什么书可以看 国内说你可以对应的是说 在淘宝我买一个东西 我推荐别的东西给你 然后比如说大家有用过金融脱条 这张手机Lews的话 他就会一直会不断给你推荐一些新闻给你看 最后一个例子我想讲的是广告 虽然它显 看上去不是那么的酷 但是它实际上是说整个internet它的收益 它的收 就整个互联网公司它的收入一半来自于游戏 一半来自于广告 所以广告是一个 这个应用是说 我如何给广告主打广告 使得满足一些用户的需求 就是说我要预测一个广告是不是会被点击 所以基本上是说 从最前面的很fancy的AlphaGo 虽然我也不知道它的实用 现在没有看到特别实用 到最实用的广告点击预测和推荐系统 所有这些应用基本上是说 现在全部是被深度学习在推动往前 所以我们这个系列讲座的一个目的是说 对所有这些应用 对所有这些新的机器学习的算法 我们深度学习的算法 我们想通过动手来理解 实际上来实现这些算法 从不管是从最简单的线性回馈 到最fancy的比如说物体识别 机器学习对应的sequence to sequence 对所有这些模型 我们想通过一系列的教程来教大家来实现 来理解来调试这些来玩一下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是说我们会cover的这些应用 跟工业界的应用相比其实没有太多区别 它的主要区别是说工业界应用通常来说用的更大的数据规模 和更复杂的模型 但实际上来说核心思想大概是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最简单的 我们想通过比较简单的数据 比较简单的模型 来帮助大家理解所有这些应用 即使不一定说大家一定要用100个GPU来训练 100个几乎的一个T的问题 我们还是说 我们希望通过就是用自己的本 能花几分钟能够run这些 能够跑这些程序 能够自己能调试 能够玩 能够加成理解这些事情 OK所以当然说我们要实现一个算法的话 你很难说 现在这个世界很难说 你手直接把它实现出来 通常说我们需要有一些框架来帮助你更简化这些实现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一些深度学习的轮子 就我们这个系列会使用MSnet和Gruon这个东西来教学 当然是说我们主要更关注是说还是教深度学习的算法 就是说你说轮子其实是个工具 就是说它是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算法 帮助我们来做一些实现的 我大概介绍一下 因为轮子其实说就是个工具 大家说很变成语言一样 大家很多选择 有很多很多 最近深度学习比较火 然后有很多这样子的框架出来 我们大概可以解释一下 就是说所谓的框架 其实你可以简单分成两块 一块是说我更偏重于产品 比如说像Cafe 像TensorFlow这样子 你写起来没那么简单一点 你定一个模型 你需要构造一系列的计算图 但是一旦你构造出来之后 你再部署会比较方便 但另一块是说我想让你的开发更加简单 就是说大家可能我们做过Survey 是说大家很多人用过Metalab 所以Metalab一样 我可以框框框自己手写几个算法 能够很简单实现一些东西 这样子我虽然性能不一定是最好的 但是我能够很简单做一些事情 就是说一个是简单实现 一个是更方便的部署 我们在15年的时候开始说 我们做一个项目叫做MixedNet 它其实是说它是有两个项目一起过来的 一个项目是叫做CXXNet 它实际是说更方便部署 另一个项目是从一个学术界的 当年是MSRA开发 叫做Menova 更方便的更便利的开发 比如说整个MixedNet是说 结合这两个项目 我们想能够通过一个统一的框架 来更便利的开发 更方便的部署 这个是当时 这个是2015年的事情 现在两年过去了 整个世界还是发生了挺大的变化 深度学习更加的火了 然后更多的应用出来 所以说应对这个新的形式 我们在MixedNet的基础上 新开发了一个package 叫做Groon 它的 所以我们没想到中文名字 大概就是 它中文翻译叫胶子 Groon是说 它是一个quant里面的一个 就是一个量子力学的东西 它是说 它是用来连接两个量子用的一个量子 就是说我们的意思是说 通过Groon 我们能够把更便利的开发 和更方便的部署结合起来 就在这个新的package的开发 在深度学习过 就Data Science这个领域 越来越成为主流 所以很多用户是说 我学过了Python 我想的 我希望是说我的开发环境 能够更像Python 更友好 所以是说 比如说大家可能用过PyTorch 它PyTorch跟Channel PyTorch大量介绍了Channel的一些东西 所以它很像一个Python的东西 然后大家可能用过Chaos Chaos的layer定义就是成的定义比较好 而且很符合Python的规范 所以我们接近了所有Channel PyTorch的Chaos的前段 就是说让Python用户觉得特别的友好 而且代码写出来特别像Python 另外一块我们的后端接近了 MSNet的优秀的很快的backend 这样子能够拿到很快的执行 所以基本上是说 当然我们整个教程是说 还是说我们更想关注深度学习的算法 但我们会在算法过程中 然后给大家一步步解释 如何用这个框架 所以基本上这两个 我们是说一方面深度学习是什么样子 另一方面我们用什么工具 所以这里我想讲的是说 我们整个课程的安排是 我们可以认为分成三个部分 一个是说我们想从非常基础的深度学习开始 就是我不假设我们的听众有 我们同学们有之前接触过深度学习 我们会一步一步从零开始教大家 什么是线细模型 然后什么是卷积网络 什么是Recurrent Network 然后如何求导 如何做信念 但同时是说我们会 当我们要用到Groon的某个特性的时候 我们会介绍说Groon是什么样子的 什么样子的 提供什么样子的API 能够实现这些算法 但我们也会讲如果大家想在 因为Groon它其实说可以让你做Research很方便 但更多是说我也能够帮你部署整个产品 然后我们会Cover一些Groon最新的一些特性 比如说怎么在两个不同的在Research和在产品之间转换 然后怎么做自动运行怎么做多GPU的训练 就这两块是相这两块是夹杂在一起 就是说我们介绍一些工具的事情 然后利用这个工具来实现一些设法 所以这两块可以认为是比较基础的内容 之后我们会 然后就会讲各个更专注的讲各个应用 比如说在计算机视觉里面 我们会介绍ResNet ResNet前年提出来 现在马上会成为现在的卷积网络的一个主流 我们说怎么做物体识别 然后这样语言处理 我们会从简单的word embedding 讲到sequence to sequence 这是极其学习的一个算法 然后我们会讲增强学习 这个增强学习 比如说AlphaGo用的是增强学习 然后增强学习可以用来打游戏 对抗网络是GAN GAN这个东西是挺fancy的一个东西 虽然我们还不是特别清楚有什么用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 是一个非监督学习里面一块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 然后之后我们会推荐一些推荐系统 可能还有广告系统类似的知识 我们会在各个领域 然后再更深的讲一些事情 OK这个是基本上整个这一系列课程 我们想做的一个事情 然后最后一张slide 我们在这里是说 我们的课程的资料 全部放在zh 就中文.grun.ai这个网站上 这个是一系列的教程 大家可以直接在网站上读 然后我们当时整个课直播会说 怎么把这个教程下的下来 然后怎么再run 我们会我们也提供了一个互动论坛 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论坛上提出来 然后我们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改进这个课程 另一方面可以帮助后面来的同学可以看到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直播会联合将门一起在用将门的直播间来做一系列直播 然后我们也会有 我们有挺多好几个微信群 然后大家可以通过一个link来申请入群 因为 因为这是将门的 将门的人手动邀请入群 所以这个可能会有点慢 我看到有同学说 我申请了 但是还没有进入群 所以大家稍微耐心一点点 可能一两天我们就会cover到 OK 所以基本上这个是我最后一张slide 然后我也承诺说 我们不要特别讲一些有的没的东西 我们更多是说动手来学这个事情 OK 所以下面一个事情我想讲的是说 因为我们看到说很多同学在安装的时候碰到了问题 我们所以这里是说演示一次 从零开始如何做一个安装 我这一次安装是选择我会用 亚马逊的AWS服务说 我会在云上面开一台机器 然后从零开始 就是说从一台什么都没装的机器 从零开始 然后一步步安装下来 然后能够得到一个run的 一个能够跑的版本 OK 那我们现在开始做这个事情 首先第一步是说 当这一步大家可以 就是说我之所以选择AWS纯粹是因为方便一点 大家用阿里云用 用自己机器其实都没有太多关系 就是我们首先说我们选择 我们自己用Ubuntu 然后我挑一个带有CPU的节点 之后我们会学习如何使用GPU 这可能会稍稍微等一分钟 他们会把这个机器Ready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上面安装和使用我们家的东西了 然后我强调的点是说 不一定一定要在云上 不一定一定在Amazon 所以说我们希望是说我们这些东西可以在 不管是在Mac上在你的桌面机在Windows上在Linux上都能跑 我们也看到很多同学碰到很多问题 我们在安装里面也更新了挺多内容 这样子大家能够OK 这个机器Ready了 我们也更新了很多内容 可以帮助大家来Debug 说为什么安装不成功 通常是说当你的Windows或者Mac或者Linux 特别特别老的时候 比如说你的操作系统三连 这也没有更新的情况下很有可能是转不上了 这样子的一个解决方案是说我们用Docker 我们提供一个Docker的一个安装环境 就是说只要你能装上Docker 你就是OK的 我们推荐是说当你本地能装的时候 你可以用本地 当你本地安装有问题的时候可以尝试Docker 当然都有问题的时候 你们可以尝试用云 云的话稍微贵一点的确实会这样 OK 所以我们这些机器已经Ready了 然后再会告诉你说 这是这个机器的域名是这样子的 这个用户叫做Ubuntu 我们下面可以去这台机器了 OK 然后我SSH过去这台机器 然后说yes 那这样子我就进入这台机器的 Home Directory 我们的所有的安装 我们之前提到在 而不是直呼 在zh.gluon.ai里面 就这个页面里面有我们所有的安装的续制权在这里 我们点安装和使用 就我们这里会演示说如何通过Konda来进行安装 Konda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Python的包的管理的一个工具 然后比如说首先根据操作系统我们会下载一个Miniconda Miniconda就是一个精简版本 大家可以下载Anaconda就是一个稍微胖一点的版本 OK 因为我们在使用Linux和使用Python 所以我会下载这个Python的版本 我们先我拿个鼠标来 我们复制一下Link 然后我们就会下载到这个.zh.gluon 然后我们就可以run这个gluon 这个gluon 他说你说 PressEnter 然后我看一下license 我说yes 然后他说我会安装在 Ubuntu和Miniconda3这个目录里面 我说OK 然后他会安装一些基础的他需要的包 那他问你要不要把环境变量写进你的bash里面 这样子我们就直接可以用Konda来运行 我说是的 OK 第二个是说 然后是说 我们Konda就装完了 然后是说我们我们跳过这一节 我们直接写用下面这个用notedown的格式 因为我们可以直接通过github来读写 这样子方便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破回来 然后能够很方便的 git clone一个版本 所以这里需要我们的git 但默认是他不装git 所以我现在装个git在这里 我先sudo update 然后我sudo apt-get install git 就我的git就好了 这时候我就可以git clone了 我git clone这一个目录是在 我现在放在我个人的目录下面我们可能会在 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放进dmc的目录 当你当这个project变得更够大的时候 然后我们进入这个目录 然后就开始空档安装了 空档安装是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environment yml的一个文件 这里面会写到我们说 这个需要python 需要jupiter notebook 需要metallplot 这是用来画画的 然后我们要个request 我们会下载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会 我们这里会安装msnet 我们装了一个非常新的版本 是9月2号的版本 至少是9月2号的版本 ok 然后我们可以装 这个命令叫做空打 environment create-fire 然后environment 基本是这样子的 我要运行一下bash 因为我们刚刚加载了pass 所以我们重新runsbash 让空打的生效 空打environment create-fire 这里一般需要一两分钟 所以很多时候 国内小伙伴说 安装这个比较慢 是因为这些圆都在美国 所以国内有时候网络比较慢 我们在安装文档里面也说到了 可以说你可以加载清华的圆 或者豆瓣的圆来 使用国内的圆 这样子能加速很多 加速安装 你这个版本 ok 然后我们进行下面的事情 然后第二个是说我们的一个 有意思的地方是说我们的 notebook全部有markdown的格式 这样子能够稍微让当你把改动提交回 github的时候会方便一点 所以这个notedown的格式需要用一个 notedown的插件来支持 所以这里可以用peepinstall 一个notedown插件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小伙伴说 notedown插件不是特别好装 所以我们在安装的最开始的时候 是说你可以不用安装这个版本 我们我们会发布一个 只要jupiter notebook的版本 就是你下载下来就ok了 这里我们直接我们会尝试用 notedown这个东西来 直接读写我们的jupiter notebook ok 所以安装到这里我们基本就完成了 我们就可以运行jupiter 告诉你说我把远端的一个端口 然后映射到本地 说我把远端的8888映射到8000 比如说800 换一个吧 8008 local localhost 龙泽 toes bin 集中 masses 小燕 屹 最好 努力 我 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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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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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